好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做所謂的人形立牌跟所謂的3D立體森林 事實上後面這個方法 應該有蠻多人喜歡玩那個線上遊戲的吧 線上遊戲為了要加快什麼 模型的產生速度 其實很多會用這種方法 什麼方法 你看一下 這裡 看起來也是樹林嘛 對不對 我雖然這個看起來比較暗啦 事實上應該是不會那麼暗喔 你把它前進前進 前進前進 你有沒有發現我的樹都是這樣一個米字形的 有沒有 也就是說 這個並不像我們從左手邊模型這邊直接拿出來的樹 它就是 三片組成的 因為呢看起來像樹就好了啊 對不對 遠遠的看起來不然 森林 我只是一個背景 我還弄那麼多樹在那裡 3D模型算都來不及了 怎麼可能呢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就是 有一個我們要學會的怎麼去做透明圖 透明圖穿透過去之後 那我就可以把它 組合好 組合好 因為它是左右對稱的 所以我這樣遠遠的看起來 就會 像你現在看到這樣 這樣有沒有比較逼真一點 你看這裡就比較明顯有一片有沒有 這樣了解了嗎 但是這樣你會發現 我Render的速度還有整個軟體操作速度會快很多 OK 好 那我們先 要解決一個就是這裡 我有放幾個那個 圖檔有沒有 你可以把 我這個已經具備好了先下架 好 先下架下 那如果說啦 假設你是自己的照片當然要自己處理 那麼如果你想要 找網路上的 有沒有 有 你可以到哪裡找 來 你只要匯一個東西就好了 有沒有 進到其他資源 這個 你要匯找兩個關鍵字 一個叫 PNG 一個叫SBG 好 平常各位我們在 Google那邊你可能在找 所謂的 這裡 好 你進來再找圖的時候 比如說我找 這個 Girl 你如果是用這樣子 你會找到一堆 對不對 那有的沒的嘛 那麼如果你加上 PNG 這個時候呢你比較容易找到已經具備好的 你待會看一下有沒有發現背景乾淨很多 但是背景乾淨還不是重點 我們希望呢點進去的時候比如說這個 你可以稍等他一下 在這邊如果說有出現類似像那個 賽車格那一格一格的 就表示這一張 應該是已經具備好的 這樣你了解嗎 好比如說我用另外一個關鍵字 就是 空一個 你的關鍵字後面就加空一個 這樣子 好 假設這個 不是很確定 因為有時候速度比較慢 網路速度比較慢 那如果你不是很確定 可能要把 就是下載下來 下載下來看就知道了 那我們用那個這個沒關係要先跑 這個 TNG找的是什麼點陣圖 如果你要比較卡通式的 你就加上SVG 比如說你看我這樣子 這個SVG就是我們標準的向量的 那個格式 向量格式所以你看有沒有發現 一樣的關鍵字不同後面 出來的字不一樣 那這樣你就比較容易 那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我們剛剛都是輸出下面的3D圖對不對 可是有時候我們也需要什麼 上面2D是要給人家看一下 所以如果你2D想要輸出的話 有沒有發現它也是輸出成SVG 它是向量的 所以放大縮小不失真 這樣了解 所以2D3D都可以輸出的 那你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去找一些你想要的圖檔 圖檔來用 這樣了解嗎 那我們就先不管它 好不好你可以先 利用我這邊已經有的 已經有的那你 先下載一下 待會我們一起來做看看 好不好 來 大家已經把這些 素材把它下載下來 那我們就來看看 你要怎麼拿進去 那這裡有一個比較 學習的重點在這邊 第一個當然我們現在 透明塗檔就不用再做了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殊就是我們用 用到這個軟體裡面的 叫做什麼 外掛的工具 那這個外掛工具其實本來應該是你要自己摳進去的 但是我已經 都有幫你 放在裡面 所以你會發現我們的選單裡面 有沒有發現有幾個是英文的 這幾個就是透過外掛加進來的 幾個透過外掛加進來的 所以如果你是用安裝的版本 你會發現它就沒有這幾個選項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可以先這樣子 它是用牆壁 牆壁去做 等於說我這邊 這個 人形立牌其實也是一個什麼 也是一面牆 只是呢 因為它是透明的 會怎麼樣 看牆過去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原理是這樣子 那 你看了我就來這邊 看你要多大你可以自己決定 比如說這樣 一畫 好到這邊就結束 就點兩下囉 好 有了 那 因為牆壁本身 它有一些特性 它牆壁是不能怎麼樣 移到 空中上的 因為牆壁要從地板上來 好所以呢 它必須要轉換一下 可是我們如果是一般的家具 你還記不記得我們有用剛剛有用一個比較特殊的叫做 懸空高度有沒有 你可以自己決定 那牆壁就不行了 那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就透過 這個工具 把它 Copy變成新的 就是家具 把牆壁轉換成家具的意思 那它就可以突破那個限制 Copy 那我就 直接貼上囉 好你看 有沒有發現 現在這兩個好像看起來不一樣了 有沒有 看起來不一樣對不對 因為牆壁是長這樣子 家具是長這樣子 雖然都是牆壁啦 你看把它分開 分遠一點 有沒有看起來都一樣 可是呢 就不一樣 本質不同 所以 這個我就拿掉了 我們現在這個呢 牆壁來幫它設什麼 材質 對不對 材質 那你要設材質之前要注意一下 我們的那個比例 你看我們剛下載下來這個 這個 有一張圖有沒有 這張圖 這張圖 你先看一下 我們的比例是800x97 對不對 所以你這個比例要自己注意一下 好 我來這邊 點兩下 好 我的寬度 你要不要設 這麼寬沒關係啦 如果你 不要設這麼寬也沒差 好我們來這裡 對的這個深度的部分 不需要那麼深 因為是 一片而已嘛 所以你可以一公分或者0.1啦 如果 就只要一片薄薄一片我就0.1 然後呢這邊有一個 材質或者紋理都可以 假設有點紋理 因為這不是在我裡面的 我就按插入 好找到剛剛那一張 在這裡 在這裡 把它丟進來 好我就 讓它不要降低啦 就維持 800x97 有沒有進來了 你看這個是透明的 好下一步 重點來了 一樣我把它放在實驗區 寬度是800 就是在這邊 因為我不需要它重複 所以 好 完成 確定 確定 有看到角的嗎 所以我的模型 要怎樣 800 高度是不是917 對不對 把它 有沒有站出來了 這樣站出來有沒有 可是問題來了 問題來了 可是我們家就不需要那麼高大的人 怎麼辦 你說我把這個模型 維持等比例 我只要400就好 或者 200公分好了啦 有沒有 好我按 因為我維持等比例嘛 好我按確定 跑去哪裡了 200公分 登登 你有沒有發現它會不見 它其實不是不見 是因為 你在這邊的時候 我就維持等比 你看我把它變400 你有發現什麼事情 它的圖就那麼大 能不能收放 不行 所以呢 再多做一件事情就好了 等於說我們現在利用這個軟體 因為我們沒有學過其他3D軟體嘛 所以我們利用這個方式你看喔 其實 我們自己的模型也可以怎麼樣 匯出 會去外面 你看 這邊 這裡 3D式圖 有沒有一個叫做 輸出為 OBJ格式 也就是說 雖然3D它有一個很大好處就是 我可以接納別人的共同格式 我也可以拿出去給別人用 好所以如果你會其他那3D軟體 我可以像這樣子 那 你看我把它先輸出一下 好 給它 OK 我放在桌面上好了 建立一個新的資料夾 好 那這個呢 我用2D好了 存檔 好現在只要我選定的物件就好了 好拿出去了 這個 我就拿掉了 Delete掉 好我重新會進來你看喔 家具是不是從這邊進來 外面的模型 點到它 OK我放在桌面上 2D的 這個 OBJ打開 有沒有看到了 這樣 是不是OK的 好在下一步 好看一下 沒問題 好你可以決定它 多大 比如說我現在 400就好了 繼續 完成 有沒有一個人加進來了 好你看在這裡 在這邊對不對 那我們來說放一下看看喔 維持等比例 你給我200公分就好 請問有沒有變小 這樣有沒有了解了 好所以這個是 如果說你用2D的方式 其實可以像這樣進來 這樣OK嗎 可以喔 好